在天氣方面 酷熱天氣警告現證生效 位於南海北部的熱帶低氣壓正為該區帶來狂風遮雨 在正午12時 這個熱帶低氣壓集擊在東沙之西南偏南 大約240公里 越來越向北移動 時速大約10公里 大致移向廣東的東部 於是本港下午 部分時間會有陽光、天氣酷熱 今晚會有幾乘骰雨 吹和緩的冬至東北風 離岸海域 風勢間中清淨 和會有暗湧 展望未來幾日 漸轉多雲和有狂風遮雨 而失氣溫是34度 相對濕度64% 各區的天氣預測 香港鄰近海域 翠東至東北風4至5級 南部間中6級 有幾陣遮雨 可有中至大浪 南部以南 曬美以南 翠東至東南風5至6級 南部稍後達7級 有凌散狂風遮雨和雷暴 可有中至大浪 香港以南 翠東至東北風5至6級 南部稍後間中7級 有凌散狂風遮雨和雷暴 可有中至大浪 沙堤以南 翠北至東北風4至5級 南部間中6級 南部有凌散狂風遮雨和雷暴 可有中至大浪 其有48小時 天氣展望 翠西至西北風5級 東部漸轉吹 旋風達8級 東部有狂風大鮮雨和雷暴 華南越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 華南島 翠東北風5級 能見度15公里 山頭 翠東北偏東風3級 能見度12公里 東沙 翠東南偏東風4級 能見度12公里 黃茅洲 翠東北偏東風5級 澳門翠北風3級 能見度16公里 西沙翠 翠西風4級 能見度18公里 有遮雨 好了 鄭麗 提醒大家 天文台下午3時15分發出1號熱帶氣泉警告 1號熱天氣警告是現證生效的 現在外面氣溫31度 濕度半積79度 下午4時 黃思恆報告新聞 天文台下午發出1號戒備訊號 由於熱帶低氣壓與香港仍有一段距離 今晚 改發3號強封信號的機會不大 位於南海的熱帶低氣壓 目前集結在本港的東南偏南約390公里 越來越向北移動 時速約12公里 大致移向廣東東部海岸 熱帶低氣壓的外圍雨帶開始影響華南沿岸地區 另一方面 受熱帶低氣壓影響 本港持續酷熱 天文台下午錄得34.9度的高溫 再破今年以來最高紀錄 位於南海北部的熱帶低氣壓 今早採取了一個偏北的路徑 逐漸移近廣東的海岸 所以天文台在今天下午3.15分 發出了1號的界別訊號 在今天下午4點的時候 熱帶低氣壓位於香港的東南偏南 大概是390公里左右 我預料它會載出一個偏北的方向移動 大致趨向廣東的沿岸 現在熱帶低氣壓的外圍雨帶已經開始影響華南沿岸地區 但由於這個熱帶低氣壓和香港仍然還有一段距離 所以今晚改發3號強風上路機會是不大 但由於那個熱帶低氣壓在南海已經起了一段時間 所以海面可能會有暗湧 所以在此呼籲市民應該停止水上活動和遠離外邊 本來今晚和明日都會受到 跟熱帶低氣壓相關的外圍雨帶受影響 是有狂風的驟雨和雷暴的 當然氣溫也不會有今天這麼熱的了 而今天天文頭錄到的最高氣溫是34.9度 亦都是今年以來所錄到的最高氣溫來的 但是由於明天天氣將會受到熱帶低壓的危機影響 所以明天氣溫應該不會有今天這麼熱的了 We will be affected by the outer rain band associated with the total depression and so there will be scholarly showers and thunderstorms Will the depression get stronger and prompt the observatory to issue a higher Typhon signal? We will closely monit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okko Depression But at this moment the Chokko Depression is still at a distance away from Hong Kong So the chance of issuing the showing signal number 3 tonight is not high When will the weather improve? Well it depends o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Chokko Depression And at least for the next couple of days It will be rather windy and occasional heavy rain 預測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大致多雲有幾陣狂風驟雨和雷暴吹和喚至清靜的冬至東北風 離岸海域間中會吹強風以及有暗湧 展望未來幾天多雲和會有狂風驟雨 天文台發出雷暴警告 香港電台傍晚新聞天地 傍晚6點歡迎收聽這次新聞天地 主持的是林志偉和朱石君 1號屆被訊號生效 天文台說今晚改發3號強風訊號的機會不大 位於南海的熱帶低氣壓 目前集結在本港的東南偏南大約360公里 越來向北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 大致移向廣東海岸 鐵文台高級科學主任莫慶賢表示 因為熱帶低氣壓來香港仍有一段距離 所以在今晚改掛3號強風訊號的機會不大 在未發出1號戒備訊號之前 本港持續酷熱 鐵文台在中午曾經錄得34.9度的高溫 是今年以來最高的紀錄 不過因為熱帶低氣壓為香港帶來狂風驟雨 在發出1號戒備訊號之後 氣溫降了5至6度至28度左右 有戒備訊號現正生效 今晚改發3號強風訊號的機會不大 位於南海北部的熱帶低氣壓 集結在本港的東南偏南約340公里 越來向北移動時速約12公里 大致移向廣東海岸 受熱帶低氣壓影響 本港下午1度錄得34.9度的高溫 是今年以來的最高紀錄 預測本港地區今晚和明天大致多雲 間中有狂風驟雨和淚暴 氣溫介乎27至30度 吹清淨東至東北風 另岸海域和高地間中吹強風 海面會有暗湧 展望隨後兩天風勢頗大 間中有大雨 1號熱帶氣旋警告信號現證生效 現在氣溫28度 相對濕度90% 向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接著是華南海域天氣報告 警報 曬美以南 香港以南 吹烈風 香港鄰近海域 南澳以南 沙提以南 海南島 東南沿岸 會是吹強風 天氣客房 晚上7點 位於南海北部的熱帶低氣壓 集熱在北位19.5度 東京115.8度附近 最高持續風速約每小時60公里 預料向北移動 時速約12公里 大致於向廣東海岸 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 香港鄰近海域最東至東北風5至6級 間中有狂風驟雨和淚暴 海有中至大浪 南澳以南 吹東風5至6級 西步達7級 會是有凌散的狂風大驟雨和淚暴 海有大浪 曬美以南 吹東至東南風6至7級 稍後轉吹旋風7至8級 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和淚暴 海有大至非常大浪 香港以南 吹東至東北風6至7級 南部稍後間中8級 間中有狂風大驟雨和淚暴 海有大浪 後轉非常大浪 沙堤以南 吹北至東北風5級 間中6級 有凌散狂風大驟雨和淚暴 海有中至大浪 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 吹旋風7至8級 西步吹西至西北風5級 稍後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和淚暴 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 橫蘭島吹東北風6級 能見到17公里 山頭吹東風3級 能見到14公里 東沙吹東南偏東風4級 能見到11公里 黃茅洲吹東北偏東風5級 澳門吹東北風4級 能見到8公里有淚暴 最後是西沙吹西北偏西風4級 能見到23公里 香港電台晚間新聞天地 晚長10點歡迎收聽 晚間新聞天地主持節目的是林志偉 話於南海北部的熱帶低氣壓 已經增強成為熱帶風暴 並命名為天鵝 目前集結在本港的東南偏南 大約330公里 天文台預料 黎明前改發3號強風訊號的機會不大 考評局說 星期三會考放榜日 有可能因為風暴迫近延遲放榜 橫偉紅報答 1號戒備訊號現證生效 在晚上10點 位於南海北部的熱帶低氣壓 已經增強成為熱帶風暴 並且命名為天鵝 現時集結在本港東南偏南約310公里 越來向北移動時速約12公里 帶之移向廣東海岸 天文台高級科學主任莫慶賢表示 黎明前改發3號強風訊號的機會不大 天氣方面 預測會有狂風驟雨和雷暴 風力方面將會吹清淨的冬至冬的風 另外海底和高地會將會吹強風 另外提題是海面會有暗湧